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社会实践 它的内容就是关爱我们的留守儿童 作为一张图是教我们的留守儿童 去学习英语和数学 第二张图的话 也是为了这个留守儿童 当时是临近教师节 然后为了加强这个孩子的人际沟通能力 我们教他给自己的老师 每个人写了一封贺卡 后来这个孩子跟我们说 他是全班唯一一个给老师写了贺卡的人 下一页是我个人的技能 我自学了PR 左边这张是在工作中 我利用自己所学的相关技能 然后剪了一段视频 这个视频有十分钟 然后我一共剪了二十五段出来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你要求薪资多少 薪资的话五千 有没有地域限制 对地点没有特别高的要求 我可不给问张宁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家政学是一个新兴的专业 你有没有知道你前几届的毕业生 大家在本专业范围内还能用上的话 做的大多数是什么样的工作 他们我们的学长学姐 其实毕业之后 从事的大部分都不是家政学相关的工作 那说了半天这专业白学了呀 并不是白学了呀 我们生活中可以运到 对就成为一个好太太嘛 张宁如果有一份工作 既让你可以做新媒体运营 又可以把你的家政学融入得很好的话 你愿意选择吗 当然愿意选择 五八同城 五八到家当中的家政的工作 你敢不敢 敢 我们家政业务有四千人 好 在全国三十一个城市落地的 像他这种水平的有专业背景的还不多吧 全国家政专业的学生只有六个院校是有专业的 所以如果他在你们五八到家做家政类的工作的上升通道 最高能做到什么 可以做到整个业务的运营的负责人 培训的负责人 那大概一个月有多少钱 一个月能有好几万 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 第一轮选择去回 还有九盏灯 来 谢谢大家 天生我有才 天生我有才准备了什么 准备了一首励志的优文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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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重来 不好意思 要不咱们换一个歌 我可以清唱一段吗 也是这个李志的歌曲 什么名字 Live to Tell 来来来来 You will live to tell You will live to tell 谢谢大家 唱得好 谢谢你 好可爱啊 对 她太可爱了 对 她很认真地在回忆歌词 她就是唱不出来 然后又有点不好意思 又要强装镇定 其实这里 是的 放松一点 放松一点 没必要一直放那儿 感觉像个受委屈的媳妇一样 这个我因为我刚才听了你的才艺展示嘛 你选择了不断去挑战自己的英文歌哈 但我其实不觉得唱歌是你的长相 所以确实是不是我的长相 那么一个人知道自己的长相很重要 再给你个机会 你觉得你的长相跟其他的同学也好 或者是同台的竞争者也好 有什么不同 那么这个长相 你怎么把它发挥在职场当中 这个不同的点就是在于 日常生活中会比较常用 就是拿我这个厨艺的来说 我可以做一些好吃的小点心 然后去带给我的同事 然后我也可以为我们的女同事 然后为她做一些美甲 这样可以沟通我们之间的联系 这些其实属于你的兴趣 爱好 或者你的宜人性 但是完全不是你的专业性 因为职场首先是要讲职业素养 比方说你想做新媒体 做运营 那我擅长什么 这才是这方面的优势 你不能说我身高不错 或者我不能这么强 对 张宁 我再顺这个问题往下再追问一下 就拿做运营这事 因为它能展开得非常广 活动运营 内容运营 写东西 用户运营 做群组管理等等 那么这几个板块 你觉得你最擅长哪一个点 我最擅长的是文案方面的运营 文案方面的 那你在读书的时候 或实习的时候 做过哪些文案整体的稿件没有 图文等等 有一个婴儿睡眠指导师的课程 这个课程所需要用到的教师的手册 还有学员需要用到的工具手册 这个上课时所需要用的课件 都是我来完成的